这两天有点事拖延了课程 我们今天继续 这个图呢 一定是还有很多秘密 我们千古以来没有解开的 我们简单再说两句 我们提到那个神话 天清西北地不满东南 或者叫地县东南 这个呢 其实从后天八卦上 比较难去发现 因为这个 坤和钱都在这个 这个对挂的这一方向 所以说这个西南东北 西北东南永远是同向的 它不能相对 那我们就从先天上 可能是不是有这个道理 首先呢 先天跟后天一样 这个水火为象 只有一个 其他的为行两个 那么看这个天呢 就是在正南 这个天南地北 那实际上呢 这个旁边还有个金 这个真正的金气呢 是在两者中间 那相对于来说 下面这个地 也是在这 如果是 这个是原始方向的话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 这个所谓磁片角 这个地磁场 这个 等等 这个黄石脚脚这些 那这个天 先天之先 就是整个这个气的本位 然后转到这个南 南呢就是说这个 天清西北 在地来说 仰视 这个就是北 然后呢 西呢 就在这个方向 这样变过来就偏西了 这样变过来就偏南了 如果这样 我们勉强去附会的话 还是可以说得通的 那我们继续 说这几个卦 我们先天的这个顺序 把它写下来 这个 它的变化 实际上就是 我们来看 钱对黎震 就是按那个数字 顺序 顺序 看根坤 看有什么规律 下面呢 是四个阳 四个阴 然后呢 两个阳 两个阴 两个阳 两个阴 上面 一阳一阴 一阳一阴 就是一二四的 这个 低阶低近 实际上这个就是二进制 逢二一变 二二四 如果还有谣的话 就是八 就是这样 变下来 二的N四方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 就是所谓 莱布尼茨 后来根据这个发现的这个计算机 它是叫0101 按这个 就是 变上去 实际上呢 也可以说是 1212 是吧 等等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有趣的 这个八卦呢 有些人会想 它是不是立体的 立体的八卦会是怎么样 这个画出来 我们有那个太极球 画出来并不圆 实际上就跟那个网球 那个样子一样 但是它那个也是有点问题的 我们把这个作为终点 整个这个球 这样画下来的话 这是半个太极 那么中间 就有一个点 这个一圈转下来 整个太极的话 实际上 你会发现 这个把这个等分之后啊 它就是其中中间的一条 这个 这个 金线 实际上你看 就是这样 但是你把这个先天后天套上去啊 还是很难发现它其中的规律 如果你是以半个太极为点的话 那你又向左转向右转 那个转出来都是一样的 大概出来就是这么个漂亮的图案 我们自己可以去研究啊 这个都很有意思